今天我请来的朋友是一代船王赵重显之子赵世政 曾经扬言恋爱占去人生大部分的他 身边一直匪文不断 真正能够令他动心的有多少个呢 作为一位父亲,他怎么看起来与子女家似近横缘的关系呢? 先喝一杯,谢谢你来我的饭局 谢谢你 我知道你投资是很有心得的 尤其是炒股的 你个人名下现在是拿着多少个股票,自己有没有数过? 几十只 江湖传闻说你曾有一些汇丰的股票 两元的时候扣入,到现在都没买 几十年前都已经开始做股票了 有没有试过选手的? 选手的,现在这个时间是人都选手少少的 选得最多是多少钱?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股票的时间来说是很早期的 三十年前,三十几年前已经有股票 所以到今时今日为止,那些股票就不会说 蚀到老本的 短期当中买东西的 比如说去年买入股票,今年肯定会选手 但是拉云就没有选手 那你那些2元的汇丰现在有多少手? 也有很多是到的了 多成点 2元的时候 也有,现在都值了很多钱 有一个我也想请教一下你 这个我自己看回来的 当然你是姓趙 追查回续口 传闻就说你去的祖先是属于 宋朝的开国皇帝 宋太祖赵康人的后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基本上 赵氏有一个祖宗宝的 赵子龙、赵云是七十几代 赵康人也是 赵康人我就不记得做多少代 都是我们的祖先 如果跟族谱去排 每一辈都会有不同的自派 令尊庸,你爸爸就是排从自派 你们是细自派 跟着下来应该是排零自的 跟着下来应该是排什么 因为当时我最大的大佬 潮世鵬第一个儿子 有他的叔公帮他提名叫赵氏南 所以就从识字开始 变成从以他的名字开始 以后我们下一辈的那些 好像我的弟弟那些 全部以识字做中监字 就因为这样 没有跟着排名了 首先我们来个头盘 你那一份是鲜蟹肉番茄千层 这个是素菜版的一个意识头盘 里面有露筍拌蛋黄酱 暖茄子、新树沙律 还有焗芝士、菠菜米卷的 星期饭 你自己喜欢吃什么国家的菜 每天不同款 每天吃一样 你很少在家里吃的吗 很少没有的 慢慢出去吃 你爸爸赵松显先生 就是香港的四大船王之一 但是他一开始 是不是已经做航运了呢 据你所知 我的父亲和母亲 是苏州东吴大学 法学科的同学 早年就去做律师 搬去上海住 然后生了我两个哥哥 还有我三兄弟一年一个 变成家庭的负担很重 所以我们同年时的生活 是比较贫富 你也穷过 那时候很穷 生病 要去买药 没有钱买的那种穷法 是有没有知道 穷到是连开饭 都不知道有没有得开那种的穷 就是 就是我知道 我们家里住的地方很普遍 很难 墙那里有洞 那种 就是吃饭 都吃得饱 就是当时三兄弟 大家 搶着来有什么菜 就捏一堆河水下去 就想着这就是我吃了 先霸了 这是在内地的时候的生活 在上海 那什么时候来香港的 1948年 刚刚在上海解放之前 全家人搬来香港 爸爸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怎样起家 起家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做香烟代理赚了钱 跟着就 一天做香烟 就有运输的关系 就 来到香港 就开始以运输液为主 跟着就做船母 爸爸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我爸爸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他一直都教人 要努力 要有信心 使得我们大家对于从事 对于事为重 还有我爸爸妈妈是一个很严格的服务 对于我们是教养很严格 爸爸和妈妈 你会是哪一个对你来说 是近一点 容易一点 亲近一点 我妈妈和我 是比较亲近的 因为他是 我一生当中可以说 我觉得是唯一一个人 可以犧牲自己 为了我做什么都可以 一个人是非常对于我 我 你妈妈曾经在生的时候 接受很多访问 你说这么多的子女 最疼是你 我相信她 每个人都疼 因为后期她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和我的关系是好 就是到晚期的时候 她的生活一直都和我一起 每晚都和我一起吃饭 所以大家的关系是接近了 不过妈妈最疼你 我想也肯定 因为你妈妈把所有遗产都交同给你 是吗 我妈妈她 她不是有很多遗产而已 她有些字画 也被我传练 基本上我一生都是 可以说是八手兴家 因为我父亲的事 是传给我哥哥和弟弟的 我没有拿到家里的 什么特别大的遗产 不过说到遗产 你爸爸过世之后 也有一些争产风波 搞到你和妈妈 又要说要到法院 要成立家人管理遗产 其实那个始末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爸爸 已经没有了知觉 那时候我一直负担我妈妈的生活 我妈妈就觉得 我爸爸有这么大的遗产 对于他来说 应该拿回一些适当的生活 结果大家都没有什么大的争拗 都是和解 他始终都是我妈妈的儿子 所以争议的部分 主要就是和妈妈拿回一些东西 是的 就不是为你自己拿回一些东西 我基本上没有拿过 我爸爸的遗产 那妈妈呢 妈妈过世之后 都有一些少争产的风波 那个始末又如何 我妈妈很清晰的 因为她又没有多少遗产 大多数就是我妈妈对于珠寶 和字画的收藏 那是要我继续帮她保存 所以那些东西 我也有很大的纪念价值 所以很多女朋友问我拿 我也不送给她 就是那些珠寶 就是那些女朋友 经常说你分手的时候 要拿回那些珠寶 就是那些 就是你拿妈妈的珠寶 给女朋友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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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对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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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游泳一起玩 董先生是怎样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一路做生意很负责 一个小时候大家都是好的朋友 董先生跟着爸爸做航运 你有没有想过继承爸爸的衣服 或者爸爸有没有想过叫你继承 我小时候喜欢设计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很小时候 已经立了方向做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 从那方面开始进入地产界 地产会带来事业和财富 设计带来很多愉快 所以你从小都没有想过要做航运 爸爸也没有想着你入行 因为你很喜欢设计 我也有初期的时候 在航运公司 我专负责那时是深世纪行业和华光行业 我专负责帮那两间公司做上市的一份 然后我做了华光地产行业 我专管华光地产行业区一份 我就没有再管理了 听说你第一桶金头的百万 找回在李兆基那里找回 是不是有其事 你最大的享乐 会不会是你身边不停转的红颜知己 有没有数过自己有几多个女朋友 一个红颜体育本错不错得了 差不多了 华光地产是否华光航运的一间子公司 不是 华光地产是我一手一脚搞成的 由我做总经理来管理的 那华光地产的成绩造成如何 你自己觉得 华光地产一直都做得挺好的 上市当时有几百倍的营购 我记得从一元起到十多元 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卖了他们 后期我爸爸的航运热扩张得太快 航运低潮的时候 银行就要求他 将地产公司的股份卖了 将钱还回来航运业 我自己买了一间银行公司 去远东洋户 改造出力地产 卖光地产的这个时期 会不会是你觉得人生最低潮的时期 都不可以这么说 一个人生是有转变的 一个人生是买了华光地产 就和我爸爸和我家的事 分道扬彪 都是一种新的一种挑战来的 你这一份就是古法干入龙虾汤 我这一份是蒸馏蕃茄青汤 我这个很蕃茄 听说你第一桶金头的那百万 找回来在李兆基那里找回来的 是不是确有其事 那时就 红磡有一块地 属于南风陈廷华手的 那时曾经说 还未是太过发达 那时 他那时 拿那块地 就想卖出去陶显 就交了去开达公司 丁五寿的老先生的 丁洪招先生 问他有没有兴趣收购 我那时就是 帮丁洪招老先生做即使帮他画迹 他那时拿到那块地 就跟我们商量 看看对这块地有没有兴趣 那时入股的时候 有丁先生 我和我父亲 和叶茂春先生的家里的公司 三份人就拿了 后来因为叶茂春先生和丁洪招先生 对于将来建什么房子 丁先生就想建一个展览厅 叶茂先生的意思就是想建住宅 那我就中立 那时刚刚就是红磡 新鸿基的地盘就卖得很好 李兆基就觉得这块地有钱质 那时候就 因为他们争执不下 结果我就拿下来 转给新鸿基地诊 那时候这块地 当中赚到差不多有100万 那时候的100万就是很多钱 很多钱 是的 你现在还是卓能集团的主席 嗯 那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 我退下来不做了 交给他儿子 公司呢 公司呢 我们是一个制度 是不一定要家族经营的 那至于将来的公司 哪个来打息 哪个来做呢 这个呢 我到今时今日 都没有决定 但现在我们 是我们的方针呢 是是是是希望 将自己100%的 啊 权力 负担 精神 工作的时间 加到50%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要 啊 慢慢来放 就一年放10% 完全放低就 机会就不大 因为中国人 始终自己 创立的一间公司 是白手起的 就会一路都会 继续做下去 那你现在就有计划 慢慢去减你的工作时间 但是你做人都很有计划 因为看过你以往的访问 你就会订一些 十年计划给自己的嘛 对上那十年呢 由 94年到04年呢 你曾经说 我的目标就是享乐了 那你最大的享乐 就会不会是你身边 不停转的红颜自己 当然 啊 女性的 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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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活 是一种享乐 但是 享乐 可以说单一样的 是 我很喜欢运动 工作也会给你带到享乐 不过你的享乐 完全很贵啊 你直升机 又游艇 那你那个游艇 海上乐居 是吧 买了多少钱呢 那时是 买那时是 买那时是 連买那直升机一齐 是 四千多万 那些享乐 很贵啊 是啊 就是 今时今天 你百多尺的船 就算了 不是这个价值 你的直升机师是 遇用的 是不是 黄敏德 不是 黄敏德 黄敏德 是朋友 他 随时 抓我直升机 他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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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英国 欧洲 六年 读大学 那时 接触 那些 朋友 女朋友 都是 少人 多些 到我现在年纪 那时 我觉得 中国人 都是比较适合 和中国人 少人 大家 生活習慣 脾气 都是相近 至于 中国 大陆的那些女性 我觉得她们 就 容易 就得我 和品德方面 我觉得她们 是挺好的 也不表示我没有 香港朋友 香港朋友都有 会不会同一个时间 有很多女朋友在一起 在每一段 不同的阶段 有些阶段 可能是 只有一个女朋友 有些 在有些阶段 有很多女朋友 可能 大部分 我的生 一生当中 都是 最多女朋友的 时间 多些 有没有 数过自己 有过多少个女朋友 很多 一个红瓣体育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可以 真的同时间 真的 爱 真的爱上 多过一个女性 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一个人 我的感情生活 我是非常投入的 如果不投入 我觉得 亦都 享乐 就不太好 你是很投入 觉得自己 很有感情 放下去 你才会 享受 享受 这关系 你维持最久的一段感情 你现在记得是多少年 我有一个澳洲的女朋友 在香港 我和她一起 在我记住了大概 都有几年了 都有五六年 我在英国读书 英国女朋友 在英国读书 六年 有英国女朋友 那时候和我 一起了大概三年 最短的一段感情 最短的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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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算是有感情 一天都有感情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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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结架 大家结架 都有感情 未必说 今天吃完一餐饭 明天又要一起吃 可能一个星期 一个月 以后再见面 都是有感情 那些算是情欲 还是感情 一天 我相信 情欲和感情 两个都有连大关系 你有没有 懷疑过 有时一些女性 可能对你表现得很心疑 是她真正被你吸引 还是被你的金钱所吸引 直到今时今日 你从来没有正式结果婚 我从来没有正式结果婚 你又没有想着结婚 为什么要订婚 还要搞到这么大 这个是和TerryHoliday的 TerryHoliday那段订婚 是我一生当当非常失败的一段感情